大家好,我是圣恩 今天我要来介绍一个 Google浏览器的外挂功能 叫做Video Speed Controller 常常我们在练琴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能够跟着圆曲一起弹奏 但是圆曲的速度刚开始可能太快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速度放慢 对我们练琴来说会比较有帮助 YouTube本来有这个加速减速的功能 在影片右下角这个设定这边点开来 有播放速度 目前是正常 你也可以选择变慢 0.75倍速,0.5倍速,0.25倍速 但它这个速度是固定的 不过我刚才发现它默默的新增了一个自定的功能 它这个自定你可以更详细的去调 它以0.05为单位 所以你可以调到1.05,1.1,1.15,1.2 不过你选好以后它只能固定在这里 所以对我们在练琴上还是没有那么方便 因为我希望能够是0.9,0.8,0.7,0.6为倍速来练习 好我们现在就要来安装这个外挂的功能 首先到浏览器的右上角 在自定及管理这边三个点 点下来到更多工具 点选扩充功能 在扩充功能的右上角这边有一个主选单 点开来 在下面有开启Chrome线上应用程式商店 点开 在左上角的搜寻栏 搜寻VideoSpeed Enter 那这边有显示三个 不过我们到右上角的更多扩充功能这边把它点开 在第四个这个VideoSpeed Controller 我们把它加到Chrome 点选新增扩充功能 现在就新增好了 在右上角这个图示这边 我们点选右键 点到选项 这里可以设定很多的快捷键 目前它的设定是 当你按S的时候 它会以0.1为倍速来减速 或者是Increase加速 或者是 不管你加速到多快或多慢 你只要按一个R 它就会回到一倍速元素 或者你可以设定固定一个速度 例如说我自己看影片的时候 我常常喜欢两倍速或三倍速来看 那我就可以设定某一个按键 例如说G 按G的时候它就会是1.8倍速 或者你觉得这个速度太慢 你可以再加一个 新增 然后选到 Prefer Speed 设定一个快捷键 例如说我要设定成1 然后我想要按1的时候 可以到3倍速 设定完了之后 你就按Safe 甚至呢 你如果觉得以0.1为倍速去 加速或减速 还是感觉太快 你甚至可以0.05为倍速 加速或减速 一样 Safe 接下来我们回到影片这边来看 重新整理 在影片的左上角 会显示目前的速度是多少 把游标指到左上角 它会显示出这个选项 你可以在这边按加速减速 但是更方便的呢 就是用我们刚才设定的快捷键 当我现在按D的时候 它就会是1.05 再按一次 1.1 以0.05为倍速往上加 或者是减速 以0.05为倍速去减速 所以这样的练习就会更方便 我可以设定从0.6开始 整首歌弹完一次以后 加0.5 0.05 一路的往上加 这个对于我们在练琴的帮助上 会更大一点 希望这个影片对大家练琴是有帮助的 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拜拜